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新的创作还开了孔老夫子的玩笑 古代化背景 眼神娇媚 右上方横批 信赖名师 左下方强调众理老师 Teacher Johnny 这到底是谁有够大胆 在教室街前信 大开智神心师 孔老夫子的玩笑 我觉得孔子他其实还蛮金刚芭比 他有他很任性的一面 什么肉不正不实 或是出门一定要穿得很漂亮之类的 对啊 那他其实 他也有他很阳刚的一面 像他会骑马又会射箭 对 那最后我就 把他就全部组合起来 就用现代人眼光去诠释 他就是一个有点像贵妇型的心 原来这是插画家石榴 跟创意公司合作的网络作品 虽然才25岁 年纪轻轻 但石榴的笔却很复古 专门记录都会生活的所见所为 像游泳池里他看到两个小孩打架骂脏话 回到家就让他们化身古代小童 却带着游泳圈又够滑稽 还有捷运站里人们互不相仗的涌紧状况 也被他化成了有净途风格的猛鬼像 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嘲讽 是石榴的个人风格 在外面生活 那比如说可能我必须要更 就是要更 比较需要去掌握一些人性的东西 对啊 因为一个人在外面生活 是比较辛苦的 不只会画画 身材高收的石榴还能谈古真 他的才艺包括吹直笛 耍长剑跟九节编 书法也写得瞎瞎叫 常常帮出版社题字 这个琴 书 画及一生的大男生 朋友戏称他是现代的唐伯虎 不过他还有个让人喷饭的记忆 就是任何的长线 到了他手上都能变成中国节 冰压器 电脑线 石榴一转眼都能让他们通通打结 所谓的创意或许还要有一点点 不可思议的成分吧 我觉得这些比较新的东西 它们不是忽然一夜之间就长出来的 它们也是一层一层叠在旧的东西上面 对 它们是最表面的东西 那我觉得即便是最新的东西 它里面的内涵还是这些古代的东西 连接起来的 了解传统不等于石谷古画 插画家石榴就从古典出发 它尽情的颠覆展现独一无二的新创意 美男生 黄罗文水贵宾 台北报导 而16的图的风格 10月10号在内湖的文创中心 将会举办的设计式交流之夜 也特别请他一起来分享创作的过程 有兴趣大家可以把握机会 我们接下来只要来看看的是 建筑师的骆宾